若望福音 第四章 耶稣一知道法利塞人听说他已收徒 施洗比若汉还多 其实耶稣本人并没有施洗 而是他的门徒 便离开犹太 又往加里雷亚去了 他必须途经撒玛里亚 于是到了撒玛里亚的一座城 名叫西哈尔 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若瑟的庄田 在那里有雅各伯泉 耶稣因行路疲倦 就顺便坐在泉旁 那时大约是第六时辰 有一个撒玛里亚妇人来挤水 耶稣向他说 请给我点水喝 那时他的门徒已往城里买食物去了 那撒玛里亚妇人就回答说 你既是个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里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里亚人不相往来 耶稣回答他说 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赐 并知道向你说 给我水喝的人是谁 你或许早求了他 而他也早赐给了你活水 那妇人问说 先生 你连挤水器也没有 而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那活水呢 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先雅各伯还大吗 他留给了我们这口井 他和他的子孙以及他的牲畜 都曾喝过这井里的水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 他将永远不渴 并且我赐给他的水 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妇人说 先生 请给我这水吧 免得我再渴 也免得我再来这里挤水 耶稣向他说 去叫你的丈夫再回这里来 那妇人回答说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 你说 我没有丈夫 正对 因为你曾有过五个丈夫 而你现在所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 你说的这话真对 妇人向他说 先生 我看你是个先知 我们的祖先一向在这座山上朝拜天主 你们却说 应该朝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耶稣回答说 女人 你相信我吧 到了时候 你们将不在这座山 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 你们朝拜你们所不认识的 我们朝拜我们所认识的 因为救恩是出自犹太人 然而时候要到 且现在就是 那些真正朝拜的人 将以心神 以真理朝拜父 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 天主是神 朝拜他的人 应当以心神 以真理去朝拜他 妇人说 我知道墨西亚 以及基督要来 他一来了 必会告诉我们一切 耶稣向他说 同你谈话的我就是 正在这时 他的门徒回来了 他们就惊奇他同一个妇人谈话 但是没有人问 你要什么 或你同他谈论什么 于是那妇人 撇下自己的水罐 往城里去向人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说出了 我所做过的一切事 莫非他就是墨西亚吗 众人从城里出来 往他那里去 这期间 门徒请求耶稣说 那笔 吃吧 他却回答说 我已有食物吃 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门徒便彼此问说 难道有人 给他送来了吃的吗 耶稣向他们说 我的食物就是 成行派遣我者的旨意 完成他的工程 你们不是说 还有四个月才到收获期吗 看 我给你们说 我给你们说 举起你们的眼 细看田地 庄稼已经发白 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已领到工资 且为永生收集了果实 如此 撒种的和收割的将一同喜欢 这正如俗语所说的 撒种的是一人 收割的是另一人 我派遣你们在你们没有劳过力的地方去收割 别人劳了力 而你们去收获他们劳苦的成果 城里有许多撒玛里亚人信从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作证说 他向我说出了我所做过的一切 这样那些撒玛里亚人来到耶稣前 请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耶稣就在那里住了两天 还有更多的人因着他的讲论信从了他 他们向那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为了你的话 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 并知道他确实是世界的救主 过了两天 耶稣离开那里 往加里雷亚去了 耶稣曾亲自作证说 先知在自己的家乡绝受不到尊荣 他一来到加里雷亚 加里雷亚人便接待了他 因为他们也曾上了耶路撒冷去过节 并亲眼见了他在庆节中所行的一切 耶稣又来到加里雷亚加纳 及他汴水为酒的地方 那里有一位王臣 他的儿子在格法温患病 这人一听说耶稣从犹太到加里雷亚来了 就到他那里去 恳求他下来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快要死了 耶稣对他说 除非你们看到神迹和奇事 你们总是不信 那王臣向他说 主 在我的小孩未死以前 请你下来吧 耶稣回答说 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那人信了耶稣向他所说的话 便走了 他正下去的时候 仆人们迎上他来 说他的孩子活了 他问他们孩子病逝好转的时刻 他们给他说 昨天第七时辰 热就退了 父亲就知道 正是耶稣向他说 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个时辰 他和他的全家便都信了 这是耶稣从犹太回到加里雷亚后 所行的第二个神迹